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昭通逛夜市 这个昭通在历史上是云南通向四川和贵州两省的重要的门户 是中原文化进入云南的重要的通道 因此这里也是云南文化的三大发源地之一 这素有小昆明之称 所以这里的美食不仅有云南本地的精华 也会吸收川前两地的特色 那昭通美食连名字都透着几分古怪 大家听听啊 牛蒸蒸 懒豆腐 吹灰点心 您知道这都是些什么美食吗 好的 我们先去昭通最有人气的夜市去看看吧 欢迎杨姐来到我们海拔1900米的云南昭通旅游 来到昭通感受怎么样 太凉爽了这里 是的 我们昭通也有秋城之称 今天我带你来到这个地方叫做昕耕水街 现在是目前昭通最热闹的一条夜市 在这里吃的喝的玩的乐的都能找到 未来是昭通电视台一档美食节目的主持人 从小生活在昭通的他 对于昭通的各种小吃可谓是了如指掌 今天他带我们来的昕耕水街 是昭通市区最热闹的一条美食街 也是来昭通必须打卡之地 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 这条街上的夜市就迎来了一天中人气最旺的时刻 就我个人来说 我就很推荐昭通的小肉串 还有油膏二块 还有甜嘛 火腿机 还有最重要就是牛蒸蒸 特别的好吃 不光凉粉啊 然后豌豆凉粉 还有就是西豆粉啊 还有昭通小肉串 然后懒豆腐 这些都是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昭通小肉串 牛蒸蒸 懒豆腐 这是什么样的特色小吃 据说这可是只有在昭通才能品尝到的美味 懒豆腐的话就是懒人做的豆腐啊 懒人 开玩笑 懒豆腐也是我们昭通非常家常 非常地道的 可以说是一道传统菜 传统小吃 它的做法非常特别 跟你想象的豆腐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是豆腐 不是豆腐 懒豆腐 其名为豆腐 其是不是豆腐 关于懒豆腐和牛蒸蒸 未来还卖起了关子 先不管那么多了 咱们先看看眼前的这些昭通特色小吃都有什么吧 这个是那个手锤干巴 手锤干巴 因为我们昭通回族比较多 然后昭通的牛肉品质很好 小黄牛 小黄牛它是肉质非常的细嫩 然后入味 来自德宏和西双版纳的手锤干巴 到昭通后经过改良 味道更加偏麻辣 老板告诉记者 制作手锤干巴的肉很讲究 一头牛只有两头肉可以制作干巴 因为一头牛的话 它只可以用两头 用的部位很少 只用两块 对 只两块可以用 然后的话就选了以后呢 还要把上面的筋啊 还有壮的全部踢走 因为这个牛肉的话 它的纤维啊 它纤维它比较粗 它比较粗的话 我们这样捶它一下以后呢 纤维打散 把它纤维打散 入口的话 口感特别好 经过锤打后的牛肉 加上一些特制的麻辣调料 香菜 小米椒和柠檬香味四溢 你会觉得越嚼越香 然后它胆味它综合了一些 你看 里面这个叫做 我们这边叫做大香菜 大盐续 酸酸辣辣的 满满辣辣的 对对 小米椒的味道 这是有一点胆味 对 有一点胆味 然后又综合了我们昭通人麻辣的口感 嗯 很香 很好吃啊 特别好吃 越嚼越有味 昭通在历史上是云南通向四川贵州两省的重要门户 是中原文化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 因此这里也是云南文化的三大发源地之一 所有小昆明之称 所以这里的小吃不仅吸收了本地的精华 也会融合其他地方的一些特色 比如这个昭通人夏日里的最爱 木瓜冰粉 儿子都喂的 儿子都喂的 我昭通几十年了 儿子都喂的 今天特意过来吃这个东西 是吧 你们吃的我看全是这个 全是这个 对对对 你这个还没吃完又拿了一个 对 我就要第二饭 第二饭 这个味道怎么样 这个就挺甜的 也挺冰的 就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爽 吃起来 用当地的红糖和玫瑰熬制的糖膝 加入纯净水即可 糖水用一个瓦缸装着 里面漂浮着大块的冰块和宝马的红枣 芝麻 一个大碗里装着做好的木瓜冰粉 老远就可以闻见玫瑰的香气 用勺子舀起一小勺木瓜冰粉 在碗里用铁勺敲碎 舀上泡好的糖水 冰凉入喉 神清气爽 未来说在昭通喝木瓜冰粉 一定要配上一碗昭通的凉粉 我们这个碗子上啊 梁姐你看 都是凉粉 这个是木瓜凉粉 还有这个 是我们昭通人特别爱吃 非常地道的传统小吃 昭通凉粉 这是甜口 这是咸口的 说需要搬上一些佐料 这个凉粉其实是我们昭通人 不管是小吃还是我们的 寻常的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道食物 我们夏天吃凉粉 冬天也吃凉粉 因为昭通的冬天也不太冷 然后我们吃凉粉的时候 就会把它煮一下 吃热凉粉 夏天我们就吃冷的凉粉 与其他地方不同 在昭通凉粉的存在是一日三餐 甚至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灰绿色的凉粉 白的酸莲花白 绿的葱花 盐水 红亮亮的油辣子 还有棕褐色的香菇粒 看着就让人心动 未来告诉记者 在昭通的夜生活里 还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那就是烟火器 按昭通人的说法 没了烟火器 人生就是一段孤独的旅程 在这家烤五花肉的店里 一整条的肉被烤得焦香酥脆 滋滋冒油 烤得干干的感觉 闻得就很香 一口焦香的味道 它这个选部位特别重要 因为它这个肥肉和瘦肉的比例 你要是肥得太多的话 那会很油腻 然后瘦得太多又很柴 口感不好 影响口感 它这个一定要是猪身上 没有几个部位 可以做这样的五花肉是吧 我拿在手里 感觉它这个分量都已经很轻了 对 里面都烤了 对 我当时用一斤五花肉 生的时候用一斤烤下来的 所以它烤干了 生的时候这有一斤啊 对对对 那现在呢 现在有多少 现在应该就是几两了 就变成几两了 对对 我觉得拿着都已经很轻了 是吧 几两了 因为它有着都烤了 金黄肉皮 焦香瘦肉 五花肉透着诱人的颜色 商户将烤好的五花肉切块 放入烤箱 简单加热几分钟 取出的一颗肉香四溢 撒上简单的麻辣的调料 加起一大块肥瘦香 间的五花肉放在嘴里 滋滋作响 满嘴抱油的感觉 真爽 你听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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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脆 它的这个皮特别脆 然后呢 这个口感肥而不腻 它那个肥肉的油质好像都已经被烤光了 然后有嚼劲 非常香 嗯 猪肉五花肉这种浓郁的口感 和辣椒面的完美结合 真的是 嗯 太香了 好好吃 在昭通的烧烤界 真正扛把子的是这种地道的昭通小肉串 每当夜幕降临 昭通小肉串就会占领昭通的大街小巷 今天的重头戏是小肉串 嗯 这个我真还听说过 是吧 对 昭通的小肉串 肉串虽小 学问大 名气也大 咱们昭通因为这个小肉串 还成立了昭通的小肉串协会 而且昭通小肉串不仅在昭通卖 还卖到了省卖 卖到全国 还卖到了泰国呀 马来西亚这些地方 而且开一家生意火爆一家 可想我们这个昭通小肉串的 好吃的程度了 昭通小肉串主要的特色是小 且选用的肉都是生长在海拔 1900米以上的小黄牛中的上里脊肉 这种小肉串吃起来不仅口感饱满 稚嫩细滑 而且纯实流香 来 我们的重点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昭通小肉串 这就是 因为我们昭通人比较豪爽 然后我们大口吃肉 大口吃串 昭通人点串 乱串点 我给你点点 老板 我们要五十里紧面 五十里紧面 五十里紧面 五十里紧 五十里紧面 五十里紧面 后来 谁到 五十里紧面 五十里紧面 没听懂 我刚才说的是当地话 意思就是我点了三种肉 一种是筋肉 我们因为当地回头说筋肉就是瘦肉 然后说这个壮的就是肥肉 然后筋就是一坨壮的一坨筋的 一坨筋 然后穿在一块混合的 我每一样都要让你尝一点 每一串小肉串都要刷一层秘制酱料 腌制几分钟 放到炭火上烤的时候 才能完全把肉串的香气 发护到极致 小肉串起炉前撒上黄辣子面 撒满了芝麻 泛光的牛彪一口咬下去 瞬间满足感爆棚 那叫一个香啊 在昭通 牛肉串是不接受单点的 如果你想吃 请五十串一百串的下单 只有这样点单才够油味 马赛文家的烧烤店 是昭通当地有名的烧烤店 我们在做小肉串的时候 有四个关键点 就是选 切 穿 烤 每一个步骤都非常重要的 所以选呢就是 会选就是 以三到四岁的小黄牛为代表 每一个牛的身上每一个部位 它的选用的这个选用的每一个部位 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的筋肉 选的是哪个部位 都是有一定标准的 在昭通 有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烧烤城不下倾向 在昭通夜晚吃小肉串 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吃小肉串不仅是为了满足味蕾 吃的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情怀 毕竟他穿起了好几代人年轻的岁月 现在昭通有哪家小肉串 大概是500家左右 云贵串的话可能会达到2000家以上 小肉串呢就是烤法 烤法不一样的地方 你看我们采用的是 就是有风机 把火的温度提到非常高 然后用猛火来烤 快速地锁住小肉串的汁 把小肉串的味道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从小吃到达 已经吃了20年了 从他爸爸来一杯 就开始吃起来他家小肉串 特别他家你筋的嘛 非常冷非常好吃 找了个小肉串觉得是云南的一句 他们家小肉串比较新鲜嘛 生意好嘛 肉串比较新鲜 肉串非常好 味道也很棒 接下来 未来要带我们品尝的美食 有个好玩的名字 吹灰点心 听名字 您能猜出来这是什么美食吗 原来吹灰点心 就是烧羊玉的别称 因为烧羊玉时通常用碳火 烧好的羊玉皮上沾满了碳灰 吃之前要把皮上附着的灰吹掉 所以幽默的云南人 就起了这么一个 俏皮有趣的名字 作为一种街头小吃 一盆炭火 放上几个大小不等的羊玉 烧好后刮得黄生生的 一切两半 抹上酱或撒上辣子面 咬一口 香喷喷既管饱又解馋 这就是我们昭通的三明治 真是 像是三明治 它加的这个馅料 特别好吃 软糯甜 然后还有我们昭通酱的特有的那个黄豆的香味 麻辣味 这几样口味混合在一起 就成了我们昭通的特有的烧土豆 吃羊玉 长子弟 是云南人常挂嘴边的一句话 云南人对吹灰点心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愫 在昭通 羊玉不仅仅是一种主食 更演绎成为一种文化 深深融入昭通人的血脉之中 云南的羊玉以昭通的最为有名 而且吃法甚多 煎羊玉饼 干贝羊玉丝 炒羊玉丝 红烧羊玉 羊玉圆子等等 在这里一个土豆演绎出了数不胜数的美食 你看我面前这个 这个是叫蜂窝羊玉 这个制作很麻烦 对它要求的 精致 然后这个是玉圆 翡翠玉圆 那个是开花土豆 开花羊玉 是松鼠鱼的 松鼠鱼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火腿羊玉饼 就是里面加入了我们起码是腌制三年以上的 我们的老火腿来做的 这是干巴土豆片 干巴土豆片 对然后干巴 干巴是在也是我们昭通一个 回族 回族很注意 必到的传统美食 牛干巴 那这个也是 藕片 藕片 还有这个土豆包 土豆包 做成了这也是土豆 做成了你看 这就像我们那个小杨玉的样子 我面前这个呢是 那个也是杨玉 而且这个就是它杨玉本身的颜色 紫色的 紫杨玉做的 中间的这一道 它的名字就取得更加的诗情话语了 这个是 火山土豆泥 火山土豆泥 在昭通 有无杨玉不能成菜之说 当地人对其情有度重 赞誉它是地下苹果 可见杨玉在他们心中的美味和知名度 对 刚才我一戳非常酥脆 对 沙沙的感觉 我都听到这个沙沙的声音 又香又脆 口感非常好 然后其实这道菜 领约有一点杨玉的味道 吃完杨玉 未来要请我们品尝的是 昭通的又一特产 天麻 昭通天麻被誉为天麻之罪 可以缓解头痛炫痕 肢体麻木等 天麻还可以煮着吃 还可以炒着吃 来到昭通 一定要品尝一下 天麻制作的美食 比如说这个 就是我们的天麻气锅鸡 气锅鸡是我们云南的名菜 但是加入了我们的天麻原产地 小草吧的天麻之后 这道菜就变成了我们昭通的特色了 这都是新鲜的天麻 这个是新鲜天麻 还有你看旁边这个是天麻的刺身 刺身 直接吃的 直接吃 站在我们的这个小调料 这个我们昭通的小草吧天麻 你知道天麻素含量特别高 所以这道菜是一道非常养生的汤 在昭通 天麻除了炖鸡外 通常还炖猪肉 煮火锅 甚至炒蒸后食用 杨姐 这个季节来到我们这儿 因为它雨水充沛 再加上我们云南地形地貌 错综复杂的这样一个气候 所以我们这个野生菌是大量的上市 正好是吃菌的 对 这个季节我们云南又叫做吃菌节 一到雨季 昭通的山头又热闹了起来 带着仙气和泥土芬芳的野生菌 蹭蹭蹭地破土而出 所有的云南人都陷入了一年一度 吃菌狂欢中 俗话说日诞菌子三百口 不辞常做云南人 在一个云南人眼里 菌子就是至鲜至美的代名词 可比一件事上任何真凶美味 而在云南众多菌子中 有一种菌子是昭通特有的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菌子呢 这个是苏蓉 苏蓉我知道 然后青头 鸡棕 这个是核桃菌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我还真没见过 请问一下 这个是什么菌 这个我们叫奶浆菌 因为新鲜的采摘之后 一撇开之后 它会除白色的枝叶 就像奶一样的除奶叶来 所以叫奶浆菌 奶浆菌 对 我们想知道的是 也是今天我们的众头戏 就是我们昭通特有的这个 这个就应该是养眼菌吧 对对对 这个看起来非常不起眼 就像小土豆一样的 对对对 你要不说是它是一个菌 我里面是那个小土豆后呢 它就是叫养眼菌 然后它生长环境呢 比较非常挑剔 然后市场上也比较少 它是生长在必须要 到50年以上的松树下面 然后松树周围呢 还有绿树 它才生长这种养眼菌 这就是云南昭通鲁店 现在的特产养眼菌 这种菌跟普通菌子 口感不一样 它的口感有点像猪耳朵 脆生生的 用韭菜或青椒炒着吃 非常香 养眼菌非常少见 市场上基本买不到 即使到当地买 也只能靠运气 养眼菌好吃 做法也非常简单 将菌子洗净切成两半 切几段大葱 两个青辣椒 再切几片当地特有的炉头蒜 大火爆炒 几分钟即可出锅 养眼菌 养眼菌其实还有一种 叫牛眼菌 就是大一些的 它都是形式 叫牛眼菌 牛眼大一点 对 牛眼大 养眼小一点 它为什么有黑的 还有白的呢 白色的它比较嫩一点 然后黑色的 它时间成熟一点的话 它就变成黑色了 感觉吃上去 这些真的是像眼睛一样 外面薄薄的一层皮 然后里面软软的 它真的是口感也非常像 然后微微有点翻苦 餐厅的大厨告诉记者 进入雨季后 野生菌大量上市 不要误采误食 在选购野生菌时 最好选择去正规的市场 选择熟悉认识的菌子购买 在加工野生菌时 一定要确保熟透 以防中毒 我今天专门穿上了一套 我们遗族的传统服饰 特别好看 我们遗族平时 它们主要的颜色就是黑红黄 然而我今天这一套呢 是很日常的 它们日常的着装 再配以帽子和这样的银饰 是不是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今天来到了我们这个遗族风情园 我们可以品尝到 我们遗族非常传统的美食 我们遗族的饮食 平时就是非常的注重原生态 这是保留食材 它最原始的口味 不仅如此 之前亨利提到那个懒豆腐 记得吗 在这也能尝到 这里有懒豆腐 而且为了迎接您贵客 我们为您准备了牛气冲天 昭通曾经是遗族人的主要聚集区 昭阳区所辖的旧普镇葡萄井一带 是遗族祖先居住和六祖分支的地方 自古就是遗族文化发祥地之说 遗族居住的地区 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复杂 梁山 昭通 碧杰这些地方的遗族 多以荞麦饼 米饭 玉米饭为主食 喜欢将猪羊肉做成驼驼或大块肉食用 今天我们的这个牛气冲冲 其实就是遗族的牛头宴 它是我们平时遗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聚餐 遗族的饮食其实他们注重的是原生态 就是保留食材最原始最地道的那个风味 而且烹饪好像也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比如说他们的特色菜就是我们面前这个驼驼肉 真的好大 这个驼驼肉呢就是精选的猪肉的五花肉的部分 然后肥瘦相间 它这个一坨有二两左右 它的制作方法就是水煮 放一点点淡淡的盐 我要尝一下 我喜欢大口吃肉 肉香十足 虽然只有淡淡的盐 但是可能因为他们这个猪肉的材质非常好 然后它这个肥肉肥而不腻 而且是那种糯的 遗族人都是大口吃肉 他们招待客人自然也用大块肉来招待 热情豪爽的遗族人认为 肉块越大就表示越好客 想要把脱脱肉做得正宗 火候是关键 如果火候不到 肉就会是生的 如果火太旺 那么肉就会特别生硬 佐料除了盐 还可以撒上花椒或者辣椒粉 这个绿绿的是不是看上去很有实意啊 对啊对啊 你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吗 你肯定没有想到 之前我跟你说过的懒豆腐 这个就是懒豆腐 我们招动的懒豆腐啊 其实就是用那个毛豆 然后把它煮熟之后 磨浆 然后通过熬制 再加上一点其他的配料 肉末呀香芹啊 就变成了这么一道清新爽口 然后让人一看食欲大增的懒豆腐了 土豆腌 菌子腌 牛头腌 一路吃过来 记者还是没有见到牛蒸蒸的身影 这道特殊的美食究竟长什么样呢 这就是我们招通的牛蒸蒸了 这就是牛蒸蒸 一小踢一小踢的 牛蒸蒸其实就是用牛肉做食材的粉蒸肉 走过很多城市从来没有见过 昭通城这样吃粉蒸肉的 用一个小盘子 接住一个小蒸蒸里反扣出来的牛蒸蒸 撒上点香菜末 就着盘子就吃起来 虽然搭配的草率了些 但咸香的米粉裹着粉嫩的牛肉 一口一口吃着 却又吃出清淡口味里肉的香甜与口感的风郁 地处云桂川三城结合部的昭通 饮食具有独立性和融合性 昭通的饮食和这里的人的性格一样 豪爽耿直 口感注重麻辣鲜香 只有浓烈的口味才能引起当地人的共鸣 去昭通旅游 我们可以去举办过国际一桩飞行大赛的大山包 去尝一尝地道的烤土豆 看云卷云输的高山草原 好 下期节目呢 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 浙江湖州的长兴县 这里的夜市的美味啊 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鲜 太湖三白 太湖和蛮六月黄 还有吕山的湖羊等等 都值得我们去品尝 那么长兴人是如何将这鲜味做到极致的呢 长兴的夜市里又会有怎样的江南好味道呢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的消费主张节目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消费主张 更多精彩的内容 大家不要忘了下载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 好的 朋友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